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丽丝的宇宙 我们今天要开的是 叛叛SP的一整中和的 然后这个是叫Everyday Wondering 就是我们的平日奇境 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是开一整中和 那一样我们胶膜的部分 也是要给它小心的撕起来 然后这一次的那个平日奇境的话 它其实就是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 然后跟SP一起做的一个联名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封面款的部分 参加 它就是隐藏款的哟 然后真的是很少数就是我们泡泡马特 会在封面时候做隐藏款 然后这就是让我们呢 可以进入到爱丽丝的梦境的世界 所以参加 我们这次整个要开一中和 呀 久违的一中和来着 好 那我们要像店面一样哦 把它整个这样子立起来 你看就非常非常的一个壮观的一个感觉 好了 我们把画面整理了一下 一样照观念 我们从最轻的到最重的开始拆 所以我们就先从这四只开始拆 看一下我们最轻的是哪一只哦 然后这次的封面款 它做得非常的金丁辉煌 上面的Skull Panda是有点烫金的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隐藏款 首次变成封面的感觉 然后它是参考这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头的 非常特色的几个主要的角色 那这一次的话它包含有原著的 然后还有一个电影里头的魔镜梦游 都有在上面做参考 那我们在看封面上面这里的话 出现的是玫瑰 那这个玫瑰 嗯 竟然是白玫瑰 非常的有趣 然后在四边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扑克牌的四个花色 红星的啦 然后方块的 然后青草 然后跟梅花 所以这也是完全就是有造成有种扑克牌的感觉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完咯 哦 没有惊喜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列最新的一只 会是哪一只呢 可以先不看咯 哇 这一次走的这个盖子的一个 一个咖啡色的一个感觉 有一种神秘的一个感觉 看一下咯 哦 呵呵呵 啊 呵呵 这一只是我们这一次最扁的管子 呵呵呵 最扁的一只 我最后用一个泡壳给它保护住 这一只的话是我们的那个扑克牌的士兵 他真的超级扁的 就是一块牌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他的那个整个的话呢 他是眼睛的部分有做一点亮光的一个感觉 嗯 斗鸡眼的feel 然后呢 他左右两边 因为毕竟是红星皇后的随从跟他的士兵嘛 所以他的两边也是被印上了红星皇后的一个记号 然后呢 手手上面也是一个握拳的概念 好像有个配件要放着 这里面有好多配件哦 这边总共有三张的那个扑克牌卡 然后我们就打开给大家看 他总共有三种颜色的卡牌 哦 然后背后的话呢 也都是有那个 Sko Panda这一次他的logo 然后他的字样 然后有一种像玫瑰的那种 Sketch的一种线条 还有金匠 这个好像是他的角角的样子 然后还有玫瑰跟刷子 因为就是在那个 红星皇后他的花园里面 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红色嘛 所以他就是会叫那个士兵啊 帮他把那个玫瑰全部都要插成红色 啊哈哈哈哈 咦 我跟他角角是这样子 我和他瓷吸得很吸耶 就可以这样直接角角这样放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扑克牌做一个固定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把黑桃2放上去 然后就给我他的角角做固定 哦这超可爱的这个 我这感觉要收个四五支 要收复数的才会有一个可爱的feel 然后手上有一个象征永和爱情的红玫瑰在这边 那应该 我们先看一下卡片好了 看看要怎么端 卡片部分讲的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叫做The Obedient Obedient是顺从的你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扑克牌的士兵 然后背后的话就是有很多的扑克牌 然后泡泡奶特跟Sko Panda 然后整个做的就是一个镜子的形状 这种魔镜的感觉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 好像漩涡要掉进去某一个神秘世界的感觉 所以说它是右左手的地方拿着玫瑰 好了 我们已经把那个永恒的玫瑰把它固定好 七层红色的玫瑰把它固定好了 然后阿里士我发现他九九我们有是磁吸的 他九九的背后 Oh my god 他竟然也有扑克牌的一个方块哦 其中一只脚脚是方块 另外这脚脚竟然是我们的黑桃 所以泡马连这个细节都有全部把它做到 就非常的有趣 然后我们看到方块A就是为方块E 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计划的一个开始 然后呢 他这边的第二个的话 第二张卡牌是他的黑桃2 那我们看到黑桃2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代表中两难的 或者是一种沉重的一个状态 因为就是要在二选一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士兵呢 他其实是不是也是有一些 小小心动的一个纠结呢 还是代表爱丽丝 他在掉到这个世界里头的时候 他有一些纠结的感觉呢 然后在第三张 第三张牌的话 他给的是黑桃5 那我们说黑桃5呢 代表的话是一种胜利的感觉 然后一种斗争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是不是象征着爱丽丝 嗯 他来到这个世界呢 就是要跟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做一个斗争 还是跟红星皇后做一个怎么样的那个比赛呢 然后在这一张的话 就是充满的红星漆 那红星漆的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抉择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到底是要选择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这几张卡牌在其他的人物里头也会一起出现哦 然后另外他有一个配件就是这个刷子的部分 所以他一直可以替代着我们的玫瑰底哦 好 那我们就把他的刷子的部分也把它固定上去哦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只顺从的你 也就是我们的红星皇后他最 好可爱 可以坐在桌子上 就在桌子上的 就他最顺从的是兵 OK 红星皇后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好了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只哦 这是第二轻的哟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轻的会是 哪一只我们爱丽丝梦游圣经里头的角货呢 好 我们打篇先不看哦 好 这只分的也是比较偏小只的感觉 再看完哦 三 二 一 天天 哇 这只是我们非常非常的 有两滴眼泪的国王嘛 哇 这只国王的头发 做的非常非常的华丽的一个感觉 好精致的那个卷QQ 我有个多利亚时代的那种很时尚的卷法 然后头上的皇冠呢 这边是金色的 然后上面呢又有一个红星 所以他一定是红星皇后的一个信徒嘛 然后旁边呢有一点像胡子一样形状的一个 一个那个装饰边 这个是我们的国王来着 然后呢 国王呢 他的两个叫我们Scopana的球球里面 是一个圆圆的东西 他说可以动的 然后这个很像沙漏的感觉 然后国王的手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问号 小小小这里的话呢有一个 有一个红星的一个OP版 所以这杯红星皇后 也有给他贴了一个爱的小贴贴嘛 然后转过来说他做了一个是四只脚的椅子 这边就有Scopana的logo 然后就坐在这里 然后看起来是好像非常忧郁的一个国王耶 为什么他看起来好像很多的心事的一个 心事重重的感觉 好 片部分讲的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叫做鱼顿的你的Fatius 那Fatius的话就是指说什么昏君啊 雍君啊 然后呢 所以说我们的国王呢 他其实就在爱丽丝里面 就是因为皇后都很喜欢叫他家去砍头嘛 对不对 然后那个国王呢 他都会默默的就是去释放那些被砍头的人 然后就跟大家说不要不要那个 因为那个皇后心情不好啊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原谅他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可爱的昏庸的小国王 他很爱我们的红星皇后 可是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大狗狗 好 非常生动的人设 来看一下第三只哦 第三只会是哪一只呢 三 二 哦 我看到一个配件 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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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嬷 这一只的话呢 是什么啊 这个是一个男孩子的一个角色 然后眼神的部分呢 感觉是比较冷漠的一个感觉 然后他走的是一个高贵之 所以说是有种要求婚的姿态嘛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红星的一个感觉 所以也是红星皇后阵营的view嘛 后面的话在这个领巾的部分有点像那种很贵族那种贵族领巾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有做一个这样子披风 然后整个色泽的话是有一种木质调的感觉 所以哦 质感做得很好耶 而且那个爱心的话就是倒着的爱心哦 哇 它总共有两个配件 一个是大猩猩 一个是小猩猩来的 好 你看看呢 我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桃仪 然后里面又包着了一个猩猩 它可以坐在这边 然后手上呢 它就拿着一个红色的一个真心 一个透明的 透明的形 然后把它放在它的那个辫子上面 手法的部分呢也是做的是非常光泽感非常十足的 把天部分长成这个样子 它叫做the cold hearted 外表冷漠的你 好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第四只 哦 看一下哦 接下来我们的故事的剧情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看一下爱丽丝 那接下来又会遇到 在她的wonderland里面又遇到了哪些小伙伴呢 好 开完哦 三 五 二 一 香香 哇 这个 好 这次就是带着我们的爱丽丝呢 跟着这个兔子 我真的 它叫白兔 white rabbit 白兔君呢 就是一起到兔子洞 可是这只白兔呢 不是它 你看我们之前的白兔子 它其实是有拿着那个怀表的兔子 可是这只兔子并没有拿着怀表 它手上拿的是一个号角 所以其实这只白兔呢 是已经到红星皇后的城堡 所以说它已经变成红星皇后的那个信徒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 两边都变得有红星的感觉 所以说呢 它是在红星皇后的里面 当吹号角的一个角色 审判者的一个角色 哇呢 它是整个那个兔子的那个动物的那个毛流感 触得非常十足 然后也一样的就是有我们这种 有点像是 贵族的这种脸色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皇后阵营的嘛 肚子的话是眼睛又红红红红的耶 厅部分讲的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The Anxious 就是忧心忡忡的你 所以的确哦 你看我们的白兔呢 它在魔晶梦游里面 它的确会一直在思考 说要怎么样的去帮助我们的爱丽丝突破难关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中量级的这四只 好 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五只 想看到底是哪一只我们爱丽丝的角色呢 哦 哦 哎呀好像被有比较大只一点点 哦 这个是倒过来放一点 冰箱 一 一 三 哦 有袋子 哦 有一个那个 蛤 看来这个是哪一只呢 三 二 啊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叫什么 三月兔 哦 它的话那两片的那个红心是变成黑色的心了 所有的心已经挂掉了嘛 已经 已经不在了嘛 然后它是真的是一个兔子 可是它是黑眼睛的一个兔子 然后神情的部分就非常的一个惊恐的感觉 然后呢 左边的 右边的话它是有一个小小的断角的一个鱼椎子 哦 旁边有那个非常美的PIVENY蓝色的叠结 哇 后面也是 它这一次那个动物的毛流感都做得非常非常的逼真 然后再往后看的话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尾巴 然后角角这里的话好像也是经过了一个补丁 好像还有这里也是有一些缝线的一个感觉 所以觉得说我们这一只兔子宝宝 它是不是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冒险呢 好 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英式下午茶的那个茶壶 然后做的也是这种棕色的就是跟它整只这个搭配感非常的十足 它在这整个细节 包括它的那个做工做得非常的精致 就是好美哦 卡片部分讲的是这个样子 这一只叫做力不安的你的Fishity 然后Fishity就是做力不安的意思 然后这一只兔子的话呢 它其实是在《疯狂下午茶》里头的其中一只 它叫做三月兔叫mat hair hair的话是野兔的概念 然后所以呢 就说有像封得像三月的兔子 就是as mad as a mart hair 然后这就是有它的一个谚语 也是出自爱丽丝这边 所以这也就做了就把它的那种Fishity 就是助力不安的那个感觉 把它诠释的非常的好 而且那个整个哇光泽感也是 嗯 在这的SP真的是不一般 非常的有魔幻的一个感觉 奇幻感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进入第六只 哦你看到一半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只哦 那第六只接下来我们的《疯狂下午茶》成员 已经出现第一只了 看一下其他几个成员 会不会继续的来出现呢 哦这只也是倒过来放的 好看一下我们的第五只 哎呦 再 哦 呃 呃 哇 哇 这只好好大只哦这一只 这只的话是我们的公爵夫人 她叫做Duchess 这个是在那个魔晶木牛里面 她没有出现的角色 但是在爱丽莎的原作里面有出现的 那这个公爵夫人的话呢 她其实呢你看她手上抱着的是一只 看起来是远看是婴儿 嗯 今天今天是小猪 然后把它包得很像用婴儿的那个方巾 把它包裹起来的 然后呢那个我们的夫人的那个睫毛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她紫色的眼影就做一个非常魔幻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其实这个公爵夫人 我们先把她的外衣长解一下 她就是有一个头纱的一个感觉 然后整个哇 她的那个阴影做的非常的漂亮哦 哦 下面这边裙摆底下的话哦 它是一个三个角的椅子 三脚椅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 怎么讲呢 我们的公爵夫人她其实不是坐在椅子上的 她是等于用一只脚脚去撑住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黑桃 然后就看得出来说 咦她有一个黑桃 两个黑桃 所以左右脚各有一个黑桃 然后头上又有两个黑桃 所以呢她是属于这种黑桃阵营的 所以她就不是我们的红星王后的拥护者哦 然后呢我们的公爵夫人她其实呢 她是跟着那个青蛙仆人 还有猪宝宝住在一起的 然后家里就是非常非常的凌乱 同时呢她这一只公爵夫人她也是我们的Tresher Cat 就是财俊猫那一只 有没有会眼睛笑到像月亮蜜蜜蜜的主人哦 所以她也是她的四主来着 她拼部分讲的是这个样子 这一只呢叫做关心折乱的你 她只叫做The Pretty 然后Pretty是说教的意思 因为公爵夫人呢 她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话 她就常常会做什么 就是一直对爱丽丝说教 她说任何事情都要有教训 然后就是一个也是比较暴躁的角色 但是同样是暴躁 可是她跟虹心往后是势不了力的一个感觉存在 嗯 这也是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一个状况 好了 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七只了 又要闪亮亮的SP 已经几乎到后半场了 天哪 角色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爱丽丝怎么还没有出现呢 我们的主角爱丽丝 试一下 看看这是哪一只了 才刚说到一半 3 2 2 哇 雞雞是我們從兔子洞 嘘 墜落的愛麗絲 眼睛裡面是白色的兩個愛心 然後頭髮的話也是非常的動感 有做出下墜的一個感覺 然後手手呢 好像在抓著兔子洞 Oh no 然後我們的裙子呢 一層一層的裙子 也是整個這樣子飛起來 然後我們家的愛麗絲 她穿的就是我們的娃娃鞋跟襪子 然後我們愛麗絲她有SP的球球 就是她經典的那種水藍色的一個感覺 這邊有個洞 好像可以插什麼東西 所以她是有配件的嗎 我們來聽一下喔 她是可以這樣直接 立在桌上面了 好夢幻喔這一隻 怪獸的主角愛麗絲 最後一袋的配件 她又出現了超級多的撲克牌 所以這撲克牌呢 好小一張喔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撲克牌插好了 她這個是有黑桃衫 然後背後這邊 這個是梅花衣 梅花衣代表是處於開始的一個階段 所以愛麗絲呢 她在剛開始 為什麼會掉進兔子洞 從我們的魔鏡夢遊看呢 就是因為呢 她們要跟她求婚嘛 那愛麗絲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什麼 我跟這個人沒有感覺 我真的要嫁給她嗎 所以她那時候陷入了一個迷茫 所以說她跑跑跑跑跑 想說給我一個 Give me a moment 給我一個時間去思考 然後就 就掉到兔子洞裡面 然後她手上拿著這個 紅心舞 紅心舞代表的是一種混亂的感覺 這張牌好像在其他隻角色也有出現 這表示愛麗絲是在很混亂的情況下 掉了一個非常混亂的世界 然後又想辦法從中找尋到找回真正的自己 好 片部分講的是這個樣子 她叫做The Bold 大膽馬狀的女 因為愛麗絲她是一個 好奇心旺盛的女孩 所以說她是怎麼樣 想要去尋找這個生命中的答案 然後也不畏懼恐懼的 要想朝向她的夢境前行喔 她是一個充滿的怎麼樣 很有勇氣 然後有阿扣其心的女孩 超級可愛的 好 欸 自己找自己嗎 嘿嘿嘿 大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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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private人